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国际风云 今天是1月18号星期四 好的 来看今天的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中共所谓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讨班 16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班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活动中发布讲话 而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霞坐在台下 表情异于其他高官 呈现出有些惊人的神态 根据中共新华社的现场视频 张又霞坐在台下表情阴沉 身体前倾 眉头紧锁 从台下看向主席台上的习近平 此前不久 张又霞传出遭到调查的消息 一段时间之后 又再度露面正常出席公开的活动 然而 在最近被免职的9名中共教领当中 其中至少有3人和张又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分别是军队装备发展部前副部长张玉林 饶文敏和火箭军装备部长吕洪 张玉林的直接上级曾经是张又霞 而饶文敏和吕洪则又曾经都是张又霞的直属部下 关系匪浅 此外 中共党魁将董军提拔为中共国防部长 也被认为展示出习近平对张又霞的提防 在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免职之后 外界原本认为 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长刘振丽可能会接任 但是最终习近平任命了董军 此前 张又霞与刘振丽是参与过越南战争的上下级 刘振丽被认为是张又霞的人 董军被提拔遭外界解读委习近平对刘振丽并不信任 同时也想要防范张又霞 此举可能已经导致张又霞和习近平的关系进一步的下滑 习近平近期对军队进行的大清洗 明目上在于打击腐败 而有消息称 这是因为军中间谍活动 以及懒政与腐败导致军队装备严重落后 影响了习近平的发展野心 此外 还有关于习近平对于自己生命安全的担忧 北京坊间传闻说 习近平对一则中国古代预言产生了恐惧 预言当中有一幅军人身上带着弓箭的画面 他将其解读为对应现代的火箭军 因此决定在军中发起大清洗 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外界认为 此前习近平曾经高度地看重战略支援部队 然而 这个部队的官员现在全部成为了被清洗的对象 降低了习近平的执政威望 同时 隶属该部队的航天系统也遭到了波及 媒体指出 习近平的反腐进行到现在 实际的成效甚微 在2015年 习近平实施所谓的军队改革 建立了中共战略支援部队 港媒《明报》报道说 这个部队一开始就是拉杂成军 各个部分的业务都不相关联 因此 其总部成为了虚架子 八年下来 成效不高 结构虚胖 级别虚高 而且为军中增加了一批上将 中将 这个机构在功能上只是一个傀儡 而火箭军也是习近平亲手组建的 两支部队给他狠狠地打脸 1月7日 独立时评人士蔡沈昆在X平台发文表示 中共军方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深度地卷入了腐败漩涡 并且指出 军队干部提拔存在着公然的买官现象 蔡沈昆表示 除非是红二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 否则一般背景的人想升迁都必须适应这套规则 蔡沈昆强调 习近平对腐败降临的清洗 或许能有某种威慑效果 但实际效果微乎其微 因为不论换谁上位都可能重蹈覆辙 特别是在中共军队当中 所谓的忠诚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 没有利益的基础就难以谈忠诚 而张又霞的照片传出 又引发了中共内斗有关的热议 有观点认为 在国家经济衰退 中共高层又因习近平的反腐决议人心惶惶 红二代与习近平离心离德 而中共的军中很可能对习近平也不再忠诚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表示 以色列已经摧毁了加沙哈马斯 大约三分之二的作战部队 他发誓将继续推进剿灭哈马斯的举动 直至完全胜利 前不久 由于哈马斯在加沙北部的主力遭到了歼灭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停止该地区的密集行动 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的发布会上说 到目前为止 在哈马斯的24个主要集团军当中 16到17个军团已经被摧毁 之后将是清除哈马斯残留分子的阶段 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 内塔尼亚胡说 在加沙阵亡的士兵们 不会白白牺牲 战斗将继续下去 直到哈马斯被击败 加沙的人质被救出 他表示 胜利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决心实现这一目标 也是在当天 内塔尼亚胡拒绝了 关于在加沙战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呼吁 他表示 以色列的目标只有摧毁哈马斯和带回人质 而巴勒斯坦国将成为攻击以色列的跳板 内塔尼亚胡强调 以色列必须对约旦河以西的整个领土拥有安全控制权 同样是在当天 作为法国和卡塔尔斡旋协议的一部分 送给数十名患有慢性病的人质的药物 已经进入了加沙 但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 红十字会机构没有参与分发药品 目前还不清楚药物是否能被送至 关押在地下通道等地的人质的手中 在参与中东地区谈判的情况之下 欧洲议会同一天投票决定 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的以色列人质 立即解散哈马斯 以实现加沙停火 中国彩券行业近期出现多则异常的消息 群众反馈 作弊猖獗 继福利彩票快乐8主持人在直播中提前说出 没有开奖的中奖号码之后 中国题材大乐透也出现了诡异的现象 中国媒体财联社18日报道指出 在17日中国题材最新的开奖结果令人震惊 排列3的中奖号码是三个5组成的555 而排列5的中奖号码是由5个5组成 5亿人民币价值的奖金池再次被清空 奖金被购买投奖号码的人士全数获得 对此 网友表示 这是明显的作弊 此前在1月5日快乐8在直播摇讲时 主持人提前曝出原本将77号报成了74号 发现自己讲错之后随即改口 然而下一个被摇出的号码正是74号 直播也遭到了中断 仓促的插播广告 网民表示 中国福利彩票原本就作弊不断 彩金被某些内幕人士直接获得 最近的几个例子让其暴露的更加明显了 在题材开讲报道的评论区有网友表示 他们彻底不演了 过年了让主任提点款 这是洗钱的好手段 耍得韭菜团团转 越来越不讲究了 也有评论调侃说 不好意思 我们栏目组真的想不出好的数字了 1月18日 日本防卫省正式签署采购协议 授权日本军方购买400枚美制远程战斧导弹 日本防卫大臣穆元忍与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牛尔 在东京会面 达成了这份协议 借助这些武器 日本寻求增强军事能力 应对中国 朝鲜和俄罗斯造成的地缘安全威胁 日本防卫省在早些时候声明说 这些设施帮助日本加强防御 正如去年10月份宣布的那样 日本政府决定提前一年采购战斧导弹 以获得本土防区外的打击能力 扰乱和击败潜在的远程入侵者 近期 中共在印太地区动作连连 日本 韩国 菲律宾与中共当局的紧张局势都在升级 包括日本 菲律宾等国都在透过贸易等途径 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 18日 美国 日本和韩国的高级核特使 在首尔举行三边会议 借助本次与美方的会面 日本对俄国与朝鲜发展的合作关系表达担忧 近期 朝鲜不断的试射 能够威胁到日本地区的导弹武器 并且研发载核武器 引发紧张的局面 在朝鲜外长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后 周围国家抨击了朝鲜和莫斯科的军事合作 助推国际冲突升级的危险举动 印度海军周四表示 印度的一艘导弹驱逐舰 救出了在红海附近遭到 野门胡塞叛军袭击的 一艘美国船只的船员 军事部门声明指出 印度的维莎卡帕特南号 已经在亚丁湾地区执行反海道行动 当天对货船根科皮卡蒂号 发出的求救信号做出了回应 根据印度军方的报告 这艘货船上有22名船员 其中包括9名印度人都被海军救出 同时海上的火灾已经得到了控制 印度军队发布的一张图像显示 该船一侧有大面积的烧伤痕迹 是由胡塞造成的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说法 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 从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 袭击了这艘货船 美方表示 这是一艘悬挂着 马上尔群岛国旗 美国拥有和运营的散装货船 当时正在运载磷酸盐等货品 去年的11月份中旬至今 这是鸿海和亚丁湾商业航运 发生的第34次袭击 事件发生的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将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重新列为恐怖组织 同时也是本周两天内 第二次由美国拥有营运的商船 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 路透社报道说 胡塞撑旗武器直接击中了这艘船 万幸的是 这艘船只遇到了参与 国际维安的印度驱逐舰 没有出现人员的伤亡 近期以来美国和印度两国的关系不断升温 在此之前 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塞蒂称赞了美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 并且表示这种关系不是基于利益和算计 他补充说 两国双边关系是倍增的 加塞蒂在南加州大学印度创新高峰会上表示 印度和美国之间不是一种加法的关系 而是一种惩罚的关系 无论是我们在G20中的双重外交 还是我们在卫生领域所做的努力 以及我们努力建立世界和平的方式都是如此 他说 美国和印度一见一致 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 有令人感到自豪的历史 正在共同合作 外界越来越清楚 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便利或者算计的基础之上 我们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友谊 加塞蒂也强调 现在是美国和印度历史上关系最好的一年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